撐住, 別死, 你的生日這麼好 為什麼你死得走? 你家人是帶你回去的 你好, Kio 你明早上回早 早點睡吧 媽媽說還有點湯 你明天叫丁薰宜來喝 我不知道你明天會否回來吃飯 如果你不回來, 打個電話回來 阿桥, 我想跟你聊聊天 今天我當間的時候 我和阿辛澤師妹一起見到一個女生 對, 打個電話回來, 沒呼吸, 沒心跳 我都以為她死定了 豈料師妹無論如何都不放棄 不斷幫她猜測 真是被她救醒她 那一刻, 我都覺得很感動 原來那個師妹本身也有個妹妹 以前是因為拍遠 跑去上天台去玩空中飛人 然後掉下去死了 你還跟我說 那時候有個師兄 第一時間到現場捉住她妹妹 可可惜最後也捉不住 親眼看著她掉下樓 如果那個師兄眼白白 看著人命在自己面前消失 一定很難受 原本她也很討厭那個師兄救不到她妹妹 所以剛巧, 翌日那個師兄 就去到她家學校演講 就是那個師兄的一番話 激勵到她站起來 她說要立志, 像那個師兄一樣 就一個出色的好警察 不會再被任何人在她面前死 如果不是那個師兄 師妹就不會當差 香港就會失去一個 這麼有使命的好警察 世事真的很奇妙吧 我在想 姐姐好像幫我妹妹延續生命 起碼她不算死也沒有價值 或者 有時一些人的犧牲 就是為了成就另一些人呢 為甚麼會是你 為甚麼不可以是我 你沒事了? 我昨天聽了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還是我想了很多事? 我以為你睡著了 其實看不到那個女孩子的警察 不看我 怎麼這麼巧? 真的想不到你們這麼快就結婚 上次阿寶就在教堂行禮 他晚上擺酒店, 挺好的 那些東西又好吃, 招呼又周到 媽, 你不要一輪嘴 對呀, 結婚這麼大件事 阿孝哥當然早就計劃了 其實我沒甚麼主意 不過阿琛的意思就不是很想擺酒 為甚麼?結婚是人生大事 當然要搞得開開心心熱鬧 媽, 你先聽我說 先說吧, 先別不緊張 不緊張是假的 上次你結婚的時候 我們還未相認 我不想再遺憾一次 我無論如何都要看著你出嫁 為甚麼你會在這裡? 媽, 你怎麼讓人進來? 這裡不歡迎你, 請 你們別這樣, 人家專誠來探望我 順道有事跟媽媽商量, 阿琛吧 好, 我和孝哥決定結婚 姐姐, 結婚是人生大事 有些人真的信不過 你考慮清楚了沒有? 我長這麼大, 怎會沒考慮清楚? 孝哥答應了我 我們會上遊樂結婚 結婚之後, 他不會再碰社團的事 然後我們會去外國生活 要有一段時間不回來 媽, 對不起 好, 這麼晚才跟你說 你當媽媽是古老石山嗎? 女大女世界,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不過最重要 你以後和孝哥生活得開開心心 放心吧, 愛姐 我一定會好好照顧阿琛 姐姐, 我們這麼難得才在一起 你真的為了這些人扔下媽媽嗎? 阿琛, 你哄得到姐姐嗎? 不代表騙得到我 你別以為這樣就可以逍遙法慾 我告訴你, 從今天開始我會取消我休假 以後別讓我見到你犯法 我見一次抓一次 當我怕了你, 我認輸 你滿意吧 是 那就好 阿孝哥為了阿琛就不做話事人 你又做回警察, 以後就沒有衝突 畢竟你倆都是我女婿 握手, 當以前的事沒發生過 好 你不是很孝順嗎?我只是開道聲 換頓上班 進來 柔柔 新姐 新鮮出龍的蛋撻, 快吃吧 什麼事這麼開心? 我和你爸爸結婚了 真的嗎?太好了 那我們是不是真的一家人 爸爸怎麼和你求婚? 是我和他求婚的 我和他說我們結婚後離開香港 過一些平衡的日子 原來你之前說會感動爸爸 我媽媽解決所有問題 就是和爸爸結婚離開香港 其實我一直夢想過這種日子 現在終於願望實熱了 現在大家總算都平安無事 有個大團圓結局 乾杯 今天這餐豐富的大餐 全都是我和我媽媽合理一起煮的 全都是阿花里主喜歡吃的台灣美食 什麼媽媽, 叫得到了 叫我芯姐不行 媽媽, 沒所謂 是呀, 這餐就代替你們戰行也好 慶祝你們結婚也好 我就在這裡祝你們 白頭到老, 永傑同心 對了, 經常沒見過阿文 你有沒有通知他?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精華片段 在這裡祝你們